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 和台立法机构民意代表选举13号举行 计票结果显示 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 肖美琴 当选台湾地区政府领导人 台湾地区立法机构113个席次中 中国国民党获得52席 民进党51席 台湾民众党8席 五党籍及未经政党推荐者2席 对于2024台湾地区选举结果 国台办 外交部等相继发表评论 或作出回应 海关总署1月12号公布的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2023年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 同比下降15.6% 稍后请看详细报道 关注两岸 两岸关注 欢迎收看海峡卫视 今日海峡天启 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 据新华社消息 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 和台立法机构民意代表选举13号举行 计票结果显示 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 肖美琴 当选台湾地区政府领导人 台湾地区立法机构113个席次中 中国国民党获得52席 民进党51席 台湾民众党8席 五党籍及未经政党推荐者2席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兵华13号晚 就台湾地区选举结果作出回应 陈兵华表示 这次台湾地区两项选举结果显示 民进党并不能代表岛内主流民意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这次选举改变不了 联案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 改变不了联案同胞走近走亲 越走越亲的共同愿望 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 也必然统一的大事 我们解决台湾问题 完成国家统一的立场 一以贯之 意志坚若磐石 我们将坚持体现 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 和外部势力干涉 与台湾有关政党团体和各界人士一道 促进立案交流合作 深化立案融合发展 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推动立案关系和平发展 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对于2024台湾地区选举 外交部发言人13号 在答记者问时做出回应 发言人指出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无论台湾岛内局势怎样变化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 不会改变 中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台独分裂 反对两个中国 和一中一台的立场 不会改变 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 普遍共识和稳固格局 不会改变 一个中国原则 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 我们相信国际社会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理解和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活动 争取完成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 台湾地区选举结果出炉后 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1月13号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 美国不支持所谓台湾独立 14号 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国务院 关于中国台湾地区选举的声明 发表谈话指出 美方此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严重违背美方所做 仅与台湾地区保持文化 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的政治承诺 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台 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坚决反对美方以任何方式 任何借口干涉台湾事务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将美国领导人多次重申的 不支持台独 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不寻求把台湾问题作为工具 遏制中国等承诺落到实处 停止美台官方往来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 就英国外交发展大臣 1月13号发表声明 对赖清德及西政党表示祝贺 并希望台海两岸和平解决分歧仪式 回应表示 坚决反对英方有关错误做法 我们敦促英方恪守承认 台湾是中国一个省的立场 按照一个中国原则 慎重处理涉台问题 停止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 此外 中国驻日本使馆发言人 就日方祝贺台湾地区选举仪式发表谈话 发言人表示 台湾地区选举结果揭晓后 日本外相公然表示祝贺 有关做法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 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内部事务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台湾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我们严肃敦促日方 深刻反省侵台历史 切施恪守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 不向台都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不要给台海和平稳定和中日关系制造干扰 另据中国驻欧盟使团网站的消息 13号驻欧盟使团发言人 就欧盟对外行动署涉台选举声明 答记者问时表示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的地方事务 不容任何外部干涉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最关键的一条 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希望欧方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切实谨言慎行 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多做有利于台海和平稳定的事 在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 民进党取胜 那么如何看待此次的选举结果呢 未来四年的两岸关系会如何发展呢 我们来听听北京联合大学 台湾研究院两岸研究所所长 朱松岭的观察 这个选举结果呢 应该是说在预料之中 因为呢 这个在这次选举当中啊 大家这个呼声最高的蓝白河啊 最终破局 选举的结果也说明啊 虽然说这个赖清德这一对组合呢 当选 但是呢 毕竟还有800多万票的这个选票啊 投给了 分别投给了这个蓝营的候选人 侯友宜和这个 白营的候选人 康文哲 所以蓝白河加在一起呢 是有800多万票 这就意味着呢 其实现在的台湾岛内啊 赖清德虽然胜选 但是没有获得过半数的支持 另外呢 我们也注意到 其实民进党在立法部门的选举当中呢 也没有获得民意代表的过半数 也就意味着呢 民进党虽然说 在这个台湾当局领导人的选举当中获胜了 但是呢 失去了全面执政的地位 这就意味着呢 未来在立法部门内部啊 应该说还存在着一个 到底是蓝绿白 如何合作和斗争的相关的一个问题 针对着未来的两岸的交流合作发展来看啊 其实我们也知道很清楚啊 岛内的这个今年的这个民意呢 绝大多数的民意啊 也都是希望下架民进党 但是呢 由于这个民意分裂了 在选票当中呢 没有能够集中到一起 所以说呢 没有能够实现这个全面下架民进党的这个目标 应该说呢 无论是赖清德当选以后 想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杯葛两岸的交流合作 但是呢 两岸的主流民意党不住 两岸之间啊 要交流 要合作 要发展的主流民意和趋势党不住 这次的台湾地区选举结果 对岛内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新党副主席李盛峰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缺乏互信的两岸关系 不利于台湾经济和社会发展 政治与经济两者是相关的 一个不安定的政治环境 怎么会有经济发展的可能 一个经济发展衰微的环境 怎么会有政治安定的可能 所以两者是息息相关 问题是涉及到台湾经济发展 最重要最重要的基石 两岸关系 是摆在前面的非常不利的一个结果 那就是从此以后 一个没有互信的两岸关系 各位想想看 大陆这边还会再给台湾多少的让利 EQA还能继续延续多久 项目会减少多少 势必造成的影响 结果不是产业外移 那么就是让台湾的 在公司跟大陆之间 公司的供应链上 就没有办法顺利 如此怎么会有好的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不起来 那就要找戴罪羔羊的情况下 会不会变成台湾内部 政治纷争的另外一个开端 所以从这次的嫌疾结果来看 我对于台湾的经济发展 我悲观比乐观来得多 因为两岸没有办法正常化的话 台湾的经济何来的进步呢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 对于13号晚出炉的 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 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 当天受访表示 对于选举结果感到遗憾 在选票比例原则上 赖清德是最高的 但不代表最多人支持他 反而反对的人大过支持的人 李正宏希望新一届的民进党当局 应该要痛定思痛 在两岸问题上 能够迷途知反 悬崖勒马 修正不正确 不适当的做法 李正宏表示 对于整个选举的结果 我们感到遗憾 由这次投票的情况看来 应该说民进党是惨胜 民进党有必要深刻的检讨 这也代表 有这么多民众 投下对他们的反对票 李正宏指出 纵使最终比例原则上 赖清德是最高票 但不代表最多人支持他 反而是侯可两人加起来 远远大过赖清德 简单来讲 即反对的人大过支持的人 所以 新一届的民进党当局 应该要痛定思痛 要提出更好的政策 帮助台湾民众 去追求更好的未来和生活 至于两岸政策的部分 李正宏提到 民进党非常有必要 修正以前不正确 不适当的做法 因为 此次也代表民众 投下不信任票 特别是在离岸问题上 希望能够迷途知返 悬崖勒马 因为 离岸唯有密切的交流跟合作 才是离岸民众之福 不要再陷入 以往兵凶战位的情况 不论是赖清德 或是萧美琴 两位切勿在接下来施政的时候 用以往的做法 体现出所谓抗中的想法 李正宏强调 赖清德自称 所谓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在此部分 呼吁他们千千万万 不要去做这种傻事 应该是要把离岸关系处理好 2024台立法机构民代选举 分别选出了 73席区域民代 6席少数民族民代 和34席不分区民代 而此次民代选举过后 台立法机构 出现了三党均不过半的情况 本次台立法机构民代选举 有315位区域民代候选人 及20位台湾少数民族民代候选人 登记参选 在不分区民代部分 有16个政党 共提出178位候选人角逐 在不分区民代部分 过5%门槛的政党 有民进党 中国国民党 台湾民众党 其中民进党和中国国民党 分别以38.96%和37.26%的得票率 各自抢下13席不分区民代 台湾民众党则以23.78%的得票率 夺得8席不分区民代 在区域民代部分 台北市的8席民代 中国国民党赢下5席 民进党拿下3席 首次参选的国民党候选人 徐晓鑫 罗志强都获得胜选 被外界关注的台北港湖区 现任民进党籍民代高嘉瑜 输给了国民党的李彦秀 连任失败 台中市的民代选举版图 也是蓝大于绿 中国国民党最后拿下6席 民进党仅有蔡奇昌 和新纯两席民代连任成功 此外 中国国民党拿下了 桃园市6席全部民代席次 值得注意的是 新北市第七选区的 国民党候选人叶元芝 和此前深陷不雅影片风波的 民进党候选人罗志正 一度陷入胶着城 全台最慢开出的选区 叶元芝在最后时刻 以2000票左右的优势宣布当选 被称为云豹小公主的新北西指 现任民进党及民代赖品渝 则不敌国民党廖先祥连任失败 新北12个选区的民代席次 中国国民党和民进党 打成平手各拿下6席 本次台立法机构区域民代 和少数民族民代 总席次有79席 国民党拿下39席 民进党拿下38席 五党籍及未经政党推荐者 夺下两席 最终中国国民党获得52席 民进党51席 台湾民众党8席 2024台立法机构民代席次 蓝绿白三党都无法独立过半 以台湾民众党为代表的第三势力 将成为关键少数 台湾第三势力主要指蓝绿阵营之外的 党派和社会运动组织 长期以来 蓝绿阵营在台湾地区轮流施政 很多人早已厌倦这种两党对立 互相公结的政治氛围 希望有第三势力可以打破局面 为台湾政治氛围注入新的活力 在这种情况下 以柯文哲为首的台湾民众党孕育而生 希望这个政党的成立在蓝绿以外 让台湾人民有另外一个选择的机会 2019年8月7日 台湾民众党举行创党大会 正式宣告成立 此后其力量迅速扩大 截至当年10月24日 仅创党两个多月的台湾民众党 正是党员人数已经从创立之初的111人 增加至5944人 在五个多月后的2020年大选中 台湾民众党获得158.8万张政党票 得票率超过11% 收获五席不分区名代席次 一越超过所谓时代力量 成为台立法机构第三大党 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柯文哲搭档吴欣盈 组成柯盈配参与角逐 让台湾民众党声势再起 进一步带动明代选情 虽然蓝白河最后遗憾破局 但在明代选举方面 蓝白双方可谓是通力合作 蓝或白没有冲突 我们可以合作 蓝白河其实更重要是蓝白河 就是那个和平的和 只有在选举这一局没有谈拢 其他的部分都还是没有问题 被视为蓝白合作示范区的台中市明代第一选区 国民党不但礼让台湾民众党没有推出候选人 还频频为台湾民众党明代候选人站台拉票 在示范效应的影响下 在其他没有冲突的选区 蓝白明代候选人也是相互帮衬 共同取暖力求选票最大化 此前民进党2024候选人赖清德扬言 要阻止高雄市前市长 位列2024国民党不分区明代被提名人 第一位的韩国瑜当上台立法机构负责人 对此台湾民众党则表示会力挺韩国瑜 在三党不过半的情况之下 一定当然如果国民党提出来是 韩国瑜是立法院长 我相信我们这边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一定会支持的 开票结果显示 2024台立法机构明代选举 蓝绿白三党都没有单独过半 以台湾民众党为代表的第三势力 将成为关键少数 未来台湾民众党会不会在台立法机构 与国民党合作 对民进党的胡作非为形成掣肘 值得观察 下面我们就这个话题 马上来请教一下台北的时事评论员李建南 李先生 此次明代选举蓝绿白三党席次都未过半 那么您认为对未来台立法机构的运作 会造成何种影响呢 同时您认为民进党还能这么为所欲为吗 台湾整个立法议会机构 它的职责可能就是一个监督 监督这个执政有没有不法行为 另外就是执询 就是整个 但是在蔡英文八年任内 由于掌控了整个的立法议会 过半的其次 再加上她自己得票也过半 所以可以说完全表现的就是说无法无天 然后为所欲为 事无激战 那么这一次完全就是说没有 尤其在整个立法议会机构 它没有过半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造成它不敢胡作非为 因为另外一个两党要能够借用这个发挥 他们没有行政机关可以发挥 当然就是在这个议会机构发挥 所以在议会机构发挥的话 那么他们对于这个监督咨就会尽量表现 那么这个时候当然就会遏止了 就是说民进党无法无天 事无激战的一个作风 那么呢 当然这三党之间就有一种 彼此就是说很奇怪的关系 那么这个奇怪关系呢 可能就是说 这个A加B或A加C或者B加C 这样的组合不一定 整个国民党跟民众党呢 它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表现呢 它是怎么呢 关注民心所向 它是怎么样呢 符合这个民意所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呢 在很多方面呢 会不会结合 会不会联合 这个事情呢 可能呢 这个整个人民呢 都睁大眼睛在看 好的 感谢李先生 下面让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2023年11月1日 新修订的福建省献血条例 正式施行 确定每年12月 为全省无偿献血宣传月 了解台海资讯 轻松掌握时事 跟民进党意见不一样 1450就去咬你 民进党的检讨 就跟自动播放器一样 它又出事了 快按一下 Play 这就跟台独一样 你想要把中国因素拿掉 协议里面就是中国DNA 大陆绝对不会再容许任何一个国家打台湾牌 欢迎回来 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新闻 民进党自2016年在岛内上台以来 贪腐黑金 桃色丑闻 论文抄袭等种种倒行逆施 引爆民怨 负面声量是居高不下 绿色施政的招牌黑化 岛内民众纷纷怒骂民进党缺德 赖清德为了拉拢年轻人 平平到大学校园演讲 不料接连遭到学生们当面质问和批评 俨然成了吐槽大会 目前可以对人们进党 诸多的贪欲一样的事件 你会有没有什么解决 我可不可以请教 哪一个具体的事件 在哪里有没有 有这样的想法 学生们的情绪被点燃了 纷纷喊出 卢渣案 台南光电 疫苗采购案 进口弹 新竹棒球场 一个个弊案宛如贪吃蛇一般 无穷无尽 反映出民进党位的私利 根本不顾民众扶植 民生领域弊案丛生 成为民众吐槽痛击的焦点 我们一定要改革黑金 大家说就行不行 对 2016年蔡英文高喊反黑金口号上台 近八年间 岛内黑金却是愈言愈烈 一项侵侵机构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 超过八百万台湾民众认为 民进党与黑金勾结 且年龄更轻 教育程度更高的民众 更加认同民进党与黑金勾结 台湾民众对绿黑勾结 抛空台湾 也是越来越感到反感和愤懑 其中不少案件直接与赖清德相关 2010年至2017年 赖清德在担任台南市长期间 放任民进党前中职委郭再卿 在台南违法掩埋近70万吨炉渣 炉渣案不法获利超过21亿元新台币 台南市长期的绿营执政 只要政治关系够 只要它颜色对 就可以为所欲为 赖清德当市长时 极力推动的太阳光电城案件频发 被称为台南光电系列弊案 其中就有同样与民进党关系密切的 古盛辉 被指涉嫌用步伐手段 获得光电场土地 光电病案 这大家非常熟悉案 不管是相关的土地的纠纷 88枪极 88枪极事件 然后再生条例绿电公司标案 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 官商勾结 中保私囊 为了维系政权 为了新潮流的吃香喝辣 民进党无所不用积极 台湾舆论痛批 从民进党高层 到遍布岛内各层级的民进党政客 很多人都深陷贪污腐败的指控 简直烂到根了 台湾地区前副职领导人萧万长 甚至在岛内三大报 头版刊登全版广告 向民众喊话 请所有勇敢的台湾人 一起站出来 向民进党的黑金复合体宣战 除了贪腐 民进党人还有一个大毛病 那就是好色 桃色丑闻层出不穷 先后有台行政机构 副职负责任郑文灿 以及赵天龄 王定宇 丁允公 罗志正 等多名名代或者是官员传出过丑闻 民进党也因此被称为桃花党 好好管管你们这些党内的男人吧 你不要让信赖台湾的信 不是信任的信 从来不知道 有这么多民进党的党功 或者是民进党的官员 有这么多桃花事件 前两天我在讲 这真是个桃花党 日前台南市前议员谢龙介和前明代邱义 更爆料指赖清德有私生子 引爆倒霉舆论 现在可以看到赖清德 包含民进党自己本身 还有赖伴德本身 现在一大堆不是色黄 就是色黑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当然是赖清德是自己打脸自己 除了色黄色黑 民进党人还酷爱抄袭 近些年岛内最为轰动的论文抄袭事件 涉及蔡英文 学位是真的 论文也是真的 2019年 有台湾政客和媒体人 质疑她在伦敦政经学院的 博士学位涉嫌造假 该事件至今仍然存在争议 蔡英文将对她提出质疑的 台湾媒体人彭文正等三人告上法庭 台教育部门甚至将蔡英文论文 列为机密封存30年 持续引发岛内各界质疑 自抄袭鼻祖蔡英文后 新竹市前市长林志坚 台行政机构负职负责人 郑文才 民进党前客家事务部主任 蒋介安 台教育主管部门前 综合规划司司长 郑渊权等绿营政客 有接二连三爆出抄袭筹文 纷纷被撤销学位 民进党学术弊端数据爆表 去年二月赖清德接任 民进党主席时宣称 要重新擦亮招牌 要将扫除黑金 解除学术伦理问题等 列为党改首要目标 但是口号喊得震天响 民进党内造假风 却履禁不止 赖清德的宣誓 沦为打架球 台媒称民进党贪腐无能 是其施政的荒诞助脚 桃色绯闻 则是其施德的典型表现 抄袭才是民进党 真正的神主牌 台湾2023年度代表字为缺 缺疫苗 缺鸡蛋 缺电 凸显了民进党施政不利的结果 完整反映出台湾民众的无奈心声 而与台湾民众各种缺 形成对比的是民进党当局的 什么都不缺 他们唯一缺的就是德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 海关总署于月12号公布的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2023年大陆与台湾 净出口贸易格同比下降 15.6% 明年的全球的贸易量会比今年好 外需的拉抬的作用 对于我们企业在未来 它的出口 然后或者是说 他觉得我们的库存 慢慢回到一些比较正常的水位 缓布的复苏 尽管台发展部门官员宣称 台湾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正在逐步好转 但据台财政部门9号发布 进出口贸易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3年台湾地区出口总额为 4,324.79亿美元 同比减少9.8% 进口总额为3,519.23亿美元 同比减少17.8% 2023年台湾地区出口衰退 469.4亿美元 对大陆出口年衰退336亿美元 而据海关总署 2024年1月12号公布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2023年利安贸易额为 2678.35亿美元 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 1993.49亿美元 同比下降15.4% 大陆向台湾出口 684.85亿美元 同比下降16% 从单月看 2023年12月 联安贸易额为234.88亿美元 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 175.03亿美元 向台湾出口59.84亿美元 了解台海资讯 轻松掌握时事 跟民进党意见不一样 1450就去咬你 民进党的检讨 就跟自动播放器一样 它又出事了 快按一下 Play 这就跟台独一样 你想要把中国因素拿掉 协议里面就是中国DNA 大陆绝对不会再容许 任何一个国家打台湾派 欢迎回来 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新闻 福州海关联合福建省商务厅13号发布 2023年福建省外贸进出口数据 2023年福建省对外贸易顶住了外需走弱和高基础等多重压力 全年进出口 全年进出口保持平稳发展 呈现大盘稳的基本特征和结构优的积极变化 特别是四季度向好态势明显 据海关统计 2023年福建省外贸进出口1.97万亿元 从季度看 进出口规模逐己抬升 第四季度向好态势明显 从月度看 12月当月进出口1828.2亿元 规模创年内单月新高 此外 一般贸易占比持续提升 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近六成 主力军地位进一步巩固 从全省层面上看 2023年福建省对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进出口超过1万亿元 增长2.6% 超过福建省进出口总值的一半 较2022年提升1.4个百分点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亮点是 以锂离子蓄电池 太阳能电池 电动载人汽车为代表的 新三样商品 合计出口1365.6亿元 增长49.8% 启动出口锂电包装 社会监管建设项目 出口锂电包装 变化时长 暂至0.5小时 每年可为四点企业 占低成本约1000万元 2023年 福建外贸企业与口岸部门 在各项稳经济 稳外贸政策组合权之下 克服了外需下滑 价格下行 外部风险加大等不利影响 外贸规模基本稳定 符合预期目标 2024年 福建将加快培育新动能 全力巩固基本盘 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 扩大米电池等新三亚 二手车和传统优势产品出口 拓展中间品贸易 还将积极培育市场采购贸易 新型抑货贸易 米亚贸易 数字贸易等新液态新模式 为我使用办法高质量发展 增添新动能 11号起 搭乘国际或地区航班 从厦门高崎国际机场 直接过境 前往第三国或地区 在机场停留不超过24小时 且不离开机场口岸 限定区域的旅客 可以免办编检手续 厦门成为福建首个 推广实行该项便利措施的城市 一架由韩国首尔飞来的 厦门航空航班 降落在厦门高崎国际机场 这是第一批申请24小时 直接过境旅客 中转十分便捷 不用办理编检手续 就可以24小时过境转机 很方便 享受本项便利措施的旅客 不受国际限制 旅客下机后 由航空公司地付人员 分流引导至中转区 经信息核对确认后 即可直接到出境后级大厅 等待登机 就是快 我们在这个中转厅 就可以一站式完成所有的服务 国际转国际旅客的通关时间 最快可在十分钟内完成 据了解 厦门大力拓展国际周界好线市场 完善国际好线网络 不断更新和完善中转产品 吸引越来越多的旅客 经厦门中转 2023年 公班里过境中转国际旅客 5.2万人次 位居全国空港前列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防务部门日前公布信息显示 台海军花莲营区新建统胞工程 新建案已经绝标 全案总金额约17亿多元新台币 预计2026年4月底以前完工 依照台海军的招标文件显示 新建及整建工程包含四座基地 分别位于宜兰金六节营区 苏澳军港营区 花莲复兴南营区 南浦营区 建案内容包括增编机动导弹 发射车的车辆驻放 军事人员生活办公场所 维修及车库等 要求能有效提高 台军训练的执行能力 增加部队战力 提升官兵安全舒适的住宿环境 报道称 该标案预估履约七成 为2024年1月至2026年4月30号 除了上述四座基地 台军方还规划在云林 台南 高雄 屏东 及台东等县市新建设施 作为反舰导弹驻地 据了解 台防务部门宪政执行 海空战力提升计划 采购特别预算案 持续量产熊二超音速反舰导弹 熊三超音速反舰导弹 以及熊三导弹增程型 预计2026年以前交付完毕 此外 台军正以军购方式 向美方采购100套 400枚陆射鱼叉反舰导弹 预计于2026年至2028年间交付 因此 2025年 2026年完工的四座基地 新建工程案 渴望于新构导弹的交付期程 接轨 对于台军研发武器的相关议题 国防部曾明确表示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 以武巨统是没有出路的 以武谋独更是死路一条 祖国统一不可阻挡 唐弊当车不自量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时待战 随时能战 将以雷霆之势 挫败任何台独分裂图谋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高雄大社区一间出租室公寓四楼 14号凌晨发生不明原因爆炸意外 爆炸力道之大把箱在外面的铁窗 直接震飞 整面铁窗和纱窗伴随着玻璃碎片 统统掉到一楼 而隔壁邻居的轿车玻璃 疑似也被爆炸的冲击波震碎 凌晨三点多 医生哄天巨响 把所有人从睡梦中吓醒 被炸碎的玻璃像下雨一样 落在柏油路上 连铁窗都被炸飞掉到马路上 消防队紧急到场把火扑灭 事后勘察 发现就是这间房间突发气爆 附近军民都被吓坏了 事发地点在高雄大社区的中华路 14号凌晨三点多 其中一间出租室公寓四楼 发生不明原因爆炸 所幸居住在此的租户已被救出 只是精神有些恍惚 就怕爆炸影响到附近供电 台电人员也到场检修 至于爆炸的具体原因 还需后续厘清 另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海军陆战队一位 宵姓少尉六号凌晨骑摩托车 行经高雄左营区民族一路时 卫一规定左转遭执行轿车当场撞击 重伤送医抢救一周之后宣告不止 骑摩托车的宵姓少尉 从高雄民族一路左转到仲爱路 结果被执行的白色轿车撞飞 惊悚过程被行车记录器录下 车祸现场可以看到 白色轿车保险杆被完全撞烂 驾驶座前面的挡风玻璃碎裂 这起车祸发生在1月6号凌晨 当时台海军陆战队 骑姓少尉骑着摩托车 行经高雄左营区民族一路时 卫一规定左转 欲执行的白色轿车发生碰撞 致使骑姓男子的摩托车被撞开后 再与另一辆向姓男子驾驶的小客车碰撞 他从摩托车转整个方向都不变 他因为他撞到以后 在那边等他就弹过来 然后先撞到这一台 先撞到这一台 然后再反弹到他就去 本次事故导致难处 经调查 相关人员经过酒精测试 都没有饮酒的情况 而详细的车祸原因 当地警方还要进一步调查厘清 农历新年将至 台北市迪化街的年货大街 就要开卖了 不少摊商除了要抢租摊位之外 更掀起了招小时工大战 有店家表示 要找90位小时工 时薪开出200元新台币 还找不到人 还有小吃摊寄出 时薪300元新台币招工 人也没有找齐 农历新年将至 台北市迪化街的年货大街 即将迎来滚滚客流 有店家已经准备好货架 但却缺乏足够的人手 要叫卖要推荐 还要整理上架 这些工作都谁来做呢 当然是需要大量的工读生来帮忙 有摊商估计要摆上6个摊位 需要征90位小时工帮忙叫卖 特地提早一个半月 就开始招兵买马 还开出时薪200元新台币 但却招不到人 更有小吃摊业者 寄出时薪300元新台币 依旧招不其人 如果说表现优秀的话 我们一样会有 就是薪资的加紧这样子 对 是不是担心说 今年可能比较缺少 对 所以我们才会在薪资上 去做一些福利的增加这样 之前有做过 什么样的打工经验 三星 时薪大概都是快200 那我们这边是特别 比人家再高一点 因为我们这有时候 一个下午下来 要卖出两三千碗贡丸汤 还有时候一天 都是一两千斤的贡丸 要包啊打包 所以那个一些妈妈们 都是比较辛苦 所以就给一般 就是会给妈妈们 他们这个时薪 比一般的再多一点 摊商还表示 因为摊位租金上涨 人事成本提高 再加上各种原料成本 都在攀升 今年货品的售价 也会提升 因为现在所有成本 不断的上升 所以我们售价 也真的撑不住 会往上提一些 有没有觉得东西 都变很贵 当然要贵 觉得有变贵 对 好的 以上就是 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